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的祖先为了遮风避雨 躲避猛兽 住进了天然的洞穴 这些洞穴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一所房子 一万年之后 以蒙马骨架为之称的房子 帮助人类熬过了严酷的冰河时期 在这之后 吊脚楼 卤尾房 石城堡 土团屋 直到摩天大楼 从自然到人造 从原始到科技 我们把房子这两个字 折腾出了各种花样 但是 当水泥钢筋 吞噬了清晨绿水 当玄滑浮世 其感着田径内心 在某个瞬间 我们多么怀念 碧海蓝天 百层黑网 很多的向往 田野稀盘 满天翻惊 我们多么想回到 心中那独一无二的 漂亮的房子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古元2017年 吴彦祖 这位建筑设计专业出身的少年 和其他五位小伙伴 共同启程了 古村里 玉岛航 清晰烟 草原上 时光不停 住门不新 于是 这个关于漂亮的房子的故事 就从这里 慢慢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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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吧 这个就是吧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现在就可以 也可以晒太阳了 对 不错 不错 那个天窗 对啊 特别大 对啊 我们要做的工作 你要做的工作 我把窗就晒 下一个太阳了 好像有半年轻人啊 能不能那么大 如果要搬砖的话 怎么搬上去 这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啊 嗨 你好 天哪你们已经到了 吴彦祖是二十年前 在俄勒冈大学学习的建筑学 你说过了这么多年 他还记得吗 他记得 他的那些也过时了 也过时了 没吧 没见过吧 没见过 武功是什么呀 武功一 因为你都不知道啊 好 就交一下 不是不行吗 交一下 姐姐 姐姐有那些 我开了他们啦 嘿 嘿 找到了 先先先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大概这个感觉 这个是人来跟我们打 是是是 然后这个是加 新加上去 这是新的 这是旧的 嗯嘛 对不对 然后停 那有点特色 所以他 圆区来看 可能是跟别的房子同下 那你慢慢慢慢都已经 进来 就发觉了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我们下午的 沙漠就是有一个 开工的仪式 走吧 我们开始做仪式吧 师傅们 开工啦 跟老板说话啦 这个是点啊 漂亮的房子安慰同龄 带向同龐 让我们下期 大起 伙伙优奠 好 好 红老板 完好了 老板 完啦 練習好 辛苦啦 麻烦大家动作快一点 謝謝 謝謝 我們要新碗 我們一謝 你拿到這邊把它拿起來 OK 吳老闆 這個碗就不要 是要保留下來的是吧 對 我們以後還可以用 真的用這個 那用什麼 實在這個都老掉了 就是用老的 年輕人 老的東西還是很好的 你知道嗎 畢竟沒有必要 所有東西就是新的 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 說這個房間 房子的概念 就是要保留一些 舊的東西吧 才有味道 如果全部是新的 就沒有什麼意思吧 就是越來越味道了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尊重 這邊的歷史 我們下去吧 走吧 謝謝 辛苦了 幹嘛 什麼東西啊 一定是Daniel會做的事情 看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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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放了那么多东西在原汁电灯坡炖出来 那个羊肉的原汁原味还是保存得很好 那你们梦想当中 最上网最美好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最美好的房子 很简单 简单啊 但舒服 真的你呢 我可能是 就一到家就是爸爸妈妈做好饭 这样 就温暖 对温暖 你呢 一定要是大房子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可以 越来越多的家人可以住进那个房子里面 我特别想往这种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正好有人在旁边弹琴 然后我在唱歌跳舞 你最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最想要的房子 就像我在现在呢 我的房子很火 现在呢 我的房子很火 现在呢 我的房子很火 就是有奶奶的房子 对 就是有奶奶的房子 就是有奶奶的房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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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类心 渴望到最后的都是皇子归真 是不是 对 我第一次背过50公斤的 对不起 你好像晴天助文 第一次玩了 我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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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感动 看到这个地方 很奇怪的一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感动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是谁 和大家一样啊 都是第一次 收看到这个花絮 除了我觉得各种好看之外 更让我能够感动的 就是她那种走心的程度 尤其那具有奶奶的房子 可能就是爷爷心目当中 最漂亮的房子 同时通过这个花絮 大家也看到了 祝梦之队的六位成员 在整个节目当中 有不同的表现 有不同的分工 而马上要和大家见面的 就是我们祝梦之队的队长 让我们欢迎吴彦祖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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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吴彦祖 有点不习惯吧 因为我们就待了那么多天 在农村呢 就回到现实生活中呢 我觉得有点不习惯吧 就等于那些太空人 回到地球 第二天就开一个发表会 他们就呆呆的 发布会 不是发表会 发布会 发布会 整个这个花絮啊 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吧 对对 感觉怎么样 拍那么多天 就从来没有看到一些发絮吧 所以我觉得 哇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旅程吧 这个旅程是挺丰富的 刚才你们看到的画面 就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吧 然后也看到可能是一个 不一样的无焰组 在那个画面上吧 就跟我第一个人不一样 你刚才说到了 不一样的无焰组 之前 俊总说过 在我们这个频道内部啊 你的这个照片是出现在无数PPT当中吧 就是任何节目都说 你看我们你腰有无焰组 直到漂亮的房子出现 终于把你请到了节目当中 为什么第一次选择真秀了的节目 就会选择漂亮的房子 我觉得很简单的 我觉得是这个节目的是有内容吧 特别有意义的 尤其是因为我是入行之前就学建筑的 所以跟我以前学过的东西有关系吧 嗯 但有人还说呢 说他学了都二十年了 应该过时了吧 呃 可能会有一点点 就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一直在 比如说做这二十年的娱乐圈呢 我都有呃 有看那些世界上的建筑啊 就理解那些吧 所以所以都呃 呃 虽然就有有有点呃 不习惯一开始的时候 那一开始做呢 就呃 那些 知识就回来了 马上就全部在脑海当中浮现了 对 呃 自己 参与真人秀 和你平时通过其他的媒体 看到真人秀 感觉差别大吗 我可以说是我拍了二十年的电影呢 拍了大概七十部的电影呢 嗯 没有 这个 呃 这个真人秀辛苦 啊 真的很辛苦 因为每一天都是 他大概拍 往 就二十四小时拍的 然后我们就做的事情就特别 特别辛苦的 有很多苦工要做 啊 你看到我们亲自手 起房 呃 做很多很多就 平时不会做的事情 嗯 再多问一个额外的问题 每次造房子都要发红包 这个红包是节目组准备的 还是你自己口袋里面准备好 什么 什么什么发红包 发红包对不对 造房子要发红包 哦 当然我们每一个房子都有一个 有一个预算吧 好 好 在从预算里 原来是从预算里扣出来的 好 这个帮大家揭秘了啊 现在我们这个 助梦之队队队长已经和大家见了 其余呢 还有五位 我们的队员马上也要和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欢迎冯德伦 唐一新 一 黄仁德和潘又成 欢迎他们 好 下午还有霞道联盟的手艺里 希望所有的朋友除了支持我们漂亮的房子之外 也要支持冯导这个新作 霞道联盟 那这样 谢谢 应该应该应该啊 我们所有的成员和大家一起来打一个招呼好了 从冯导开始 大家好 我是冯德伦 我这一次非常地荣幸参与了漂亮的房子 那也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演 我第一个的那种24小时拍的真人秀 也很高兴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冯导 谭一新 大家好 我是谭一新 好简单 眼浅易改 一会儿再聊 造房子也是 你在节目里边演的是谭一新 对不对 对 在节目中饰演 全能小公主 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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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来宾 亲爱的媒体同仁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依依 辛苦大家了 谭一 能得 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任德 很荣幸 跟这些 这些很资深的前辈们 跟您一起合作 然后有这个可爱可爱的弟弟一起合作 很荣幸 谢谢大家 好 刘成 大家好 我是潘又成 很开心哥哥姐姐们带着我去造房子 从这些介绍也可以看得出来 每个人的性格特别鲜明 我相信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分工也会特别的明确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机会 很分的来互相 爆一爆料也好 吐槽节目组也好 我给大家准备几块题板 一会儿大家可以在这个题板上写上 最什么什么三个字 比如说最好吃啊 最讨厌啊 最头疼啊等等 然后通过这一个最 把其中的小故事来告诉我们 好不好 谁也要吐槽别人吗 要有那么多 真的很多事情要吐槽 这节目组这么不好吗 对你们 真的 是可以吐槽对方还是只能 都可以 都可以 写说谁的都可以 最什么什么啊 你要写真的很多啊 就最什么什么就好 比如最好吃就行了 还真的在想 冯导写到现在就写了个罪 我努力看 终于看懂了 最后给大家看 写的不是汉字 嗯 那我换一遍 我把你这个放最后吧 你这个这很难读懂 哎又擦掉了 没有想好 没有想好 那就写个最开心是吧 好草涩的一个答案 好了 人家都好了 好 好 从右车开始 给我们看一下 你的罪是什么 依次聊 你先说你的 你不做 我的第一个是给我自己的罪成长 因为我感觉 我来到这个节目前是 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会 然后我来到这个节目 就好像被华苗助长一样 他们每天给我干好多事情 拔苗助长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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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小了 不是 拔苗助长最后的结局 那些苗都夭折了 那是夭折了 不是成长了好吗 是夭折了 不过我还好 我幸存下来了 我旁边的就没这么幸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格的 我说就 就起来比较现实一点 对 对最压力大了没有安全感吧 说说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拍录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我有做过了三次的噩梦 然后噩梦里都出来的是彦祖哥 都是吗 因为之后播了就知道 我是常常被彦祖哥骂 被贪念的一个小孩 对因为我非常 就是 粗心 然后就 就是很散漫 对但是 这些坏的习惯 彦祖哥都一个一个就教我 所以我现在改了很多 毕竟是个都是 大前辈们嘛 然后前辈姐姐们 然后两位前辈哥哥 就是只有一个弟弟而已 所以其实录录的时候都挺有压力的 终于有一个人认为 吴彦祖到他梦里是 恶梦了 对 终于有一个 恶梦了 很可怕 问一下我们所有人 我们应该都会是这个答案 都是吗 好惨烈的节目录制过程 以及你的罪是 其实我也是那种 真的会被 他们俩以前是我的偶像 录完这个节目 可能我也要做噩梦了 我写的是 第一个是 最恐怖 相信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花絮了 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人这样吓 各种惨疾都奉献给这个节目组了 各种窘迫的样子 都奉献给我们这个漂亮的房子了 就他们俩经常各种鞭炮 各种虫 最恐怖的虫 假的真的都往我身上扔 我真的是每天神经要衰弱了 然后 然后你们不为自己辩解一下 承认了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冤枉 因为这两位偶像 每天总是说我穿得这么好看 一看就不想来干活的 但是我觉得特冤枉 因为我觉得 女孩子就是有爱美的权利 就是我可以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但是我也可以很努力认真的干活 所以他们经常叫我小公主 然后我就跟他们对着干 是非哥根本没有穿到而已 对 然后吐操完了就他们俩 多不遭人待见的两位男士 我也要补充很补充 那衣服呢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干活的时候就弄脏了 或者是弄坡了 我看那么贵的衣服 这样的话我就很心疼了 是是是 哥哥说的都对 里面还是有宝贵的衣服 是吧 但是说实话 我跟这两位哥哥真的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在这个节目当中 不是 重新来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活 我从来都没有干过 然后但是这两位哥哥真的很厉害很全能 然后跟他们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就夸克你们吧 就到这吧 不要勉强自己 不要太勉强 不勉强 真的真的 就是丹尼尔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任的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作为一个男人非常非常有担当 他一直认为就是我们这个team 我们这个房子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得很好 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拍得到那些房子的细节 但是丹尼尔都要求得很严格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做一个表面的功夫 是真的把这个房子每一处都打造的 是我们心中理想的样子 不是说做个样子 给大家看啊表面上啊好好看那样子 所以然后那个steven也是 steven哥哥就是 就是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调剂品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紧张 有点压力什么的 他就会弹吉他唱歌啊 然后让我们的气氛很活跃 调剂品 嗯对 在帅肉当中叫九千花 九千花 那我们来看看冯导的最是什么 最痛 最痛啊 嗯 怎么讲 那我觉得啦 那个 我们第一次做真人秀嘛 那要不 我觉得做艺人 要不你就不做这种 节目 你做就真的要 给你真实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全部都是以那个 真的脸孔来见大家的 对 那所以看这个节目 你也看到吴远祖真正的一面 哈哈哈哈 大家要非常期待 其实他是一个怎么的人 所以 让大家看见他一周见我 会让我那么痛苦 哈哈哈 还真的没有什么人吐槽节目组 吐槽的目标非常一致 哈哈哈 好 我把这个看不懂的放最后好了 我们来看看一一的 一的是什么 那我也吐槽第一点好了 就是最严肃 那么多啊 又来 对每一个人都有 因为我是在里面最话多嘛 所以我就把大家都写上好了 好 但是我想解第一个最严肃 就是在节目里面 我看 看见了吗 我这什么 斯蒂芬被虐得有多惨 哈哈哈 这个是为什么解释那个 斯蒂芬最痛的剧照 哈哈哈 怎么了这是 我 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不怕不怕 或者是 等观众看电视的时候 对就是 好 我留意一下 但是我 尽量说你的不对吧 对不对 哈哈哈 今天是 那你觉得谁玩大 你玩大 还是我玩大 它 弄到我 泪骨裂了 哇 也真的 真的 基本上是100集 100集的这个力道 对 基本上没有办法继续录节目了 嗯 但是 我等了这个机会好多年了 哈哈哈 而且最重要的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这是一张有味道的剧照 哦 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丹尼尔的墙 非常有味道 好像是呢 对 可是这屏幕我都没到了 它可能踩到了什么东西 才会导致于这一幕的发生 你看我的右腿也没有 鞋子都没了 对 诶 好 这个是你的内裤的颜色吗 这就是我的内裤 所以就为了你 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是吴彦祖吐槽大会吗 哈哈哈 哦 我 为什么说最严肃呢 其实丹尼尔在我们 后期的时候 拥有了一个非常好听的昵称 我们一起说吧 它叫 拉西请查 哈哈哈 大家现在关注一下自己的脚边 哈 如果是开完的水 一会儿记得拿走 千万不要留在现场 否则后果很严重 哈哈哈 因为丹尼尔他非常的讲求环保 哦 然后他对于房子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求严苛 嗯 当然这个严格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让我们受鼓舞的 嗯 因为就像他说的 24小时不停机拍摄 很多时候我们就泪摊到说 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但是他宁愿一个人干活 他都不会说 要让这个房子有任何 让那个来宾 或者是其他人 觉得不舒服 不好的地方 嗯 所以他的严肃认真是 无时无刻不感染着我们 哦 嗯 好我们最后来看看 一直被吐槽的那个人 他的醉 是什么 看一下 醉 这个英文写得非常好啊 拼吧 好 最感动 好 好 我以为是最感动的 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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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啊 都美人啊 感动的事啊 来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 我还没开始拍这个节目之前呢 没想到 会有感动的一面吧 嗯 就知道啊 可能会辛苦啊 可能会干活啊 什么的 但是我们通过 这 这四个地方的 嗯 接触的人啊 跟这个小伙伴一起合作呢 就很多很多感动的 的场面 嗯 你看在这个花絮的时候 看到我 有一点有一场戏 就 眼泪 这个不是第一次的 就好多好多 次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就 给 给 很多事情都感动了 嗯 很多感动的点滴 大家收看的过程当中 应该挺收获的 其实刚才花絮当中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 就已经感动了 这张照片就是 我第一次 在录节目的时候 就 感动到哭了 嗯 其实我 因为我学了这次好多年 但是我没 第一次 看一个 大厦 或者看一个房子 感动到流眼泪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天就突然就有那种感觉 可能是下着雨啊 然后看到那个房子 那么纯粹的一个样子呢 我就觉得特别美 特别漂亮 然后是那种开心的也掉脸美 就看着这个 对 对 其实在看照片就没有那种感觉吧 但是你 进了那个房子呢 你 感觉到他的灵魂呢 嗯 是因为 其他的 有其他的事情吧 是有一个家庭 就是肖家 他们是现在 全程就在保护这个房子 然后他们所有的权利 所有的钱都放在这个房子里面去保护吧 因为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自己的文化 一直在这个房子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特别感动 嗯 好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会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读到 生活或者戏或者节目当中不同的一面 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 这是一个带领大家去改造生活 内心向往的一个节目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啊 有些人可能会精于设计 有些人可能更擅长于实力的一些操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一系列的环节 来考验大家的体力 计算能力和设计能力 看看你们在节目当中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分工和担当 来 我们先请上一个道具啊 我总觉得呀 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 任德和我们的诱程 可能是干体力活儿相对比较多的 对不对 嗯 是吗 有啊 谁 穿兜里吧 蛤 你们俩是体力活儿干的比较多的吧 相对来说 你 没说吧 都都干的也挺多的 嗯 就先考验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体力的量 你们俩比一下尽量 经过90天的这个拍摄之后 体力有没有见长 掰手腕 好吧 来吧 试一下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啊 这个看得出来节目当中那些具体分工的 大家自己去揣摩 来二位 我们还没有掰过吧 没有掰过啊 好像好像没有过 没有掰过啊 我们反正这样的时候都是在台上 今天就对抗一下 来来来来 穿的那么正规的掰手腕啊 不是握手 是掰手腕 假客气一下 小心点 小心点 有秋双嘛 好 三 二 一 开始 这么可以给自己加戏 画桶给你 任德你要证明自己啊 用一点 任德你可是力量担当啊 看他逗我玩 你们是想看真实的还是 真实的真实的 真实的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环节这么没有看点 好 哥哥你叫我好丢人啊 没有 因为你是北地的爹地 所以不能太有力气 好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要开始分队来进行考量了 就按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出现的 因为有不同的组嘛 一组一组再来出现 来进行分组 二位是一组 任德和一星是一组 然后你和一一是一组 好吧 你们三个组 接下来要比拼的是算数 来我们请上题板 做房子精打细算很重要 你看像彦祖每次给工人发活包 都是在节目组预算里面发的 这就是精打细算的一个证明 接下来第一题 算出来的可以立刻举手 第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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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除以7乘以3加26减17等于多少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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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有两个人说了27之后 那么义重言辞地喊27的意义是 抢答嘛 哈哈哈 谁先喊的27 分组了 已经开始了第一题 是抢答吗 对不对 抢答抢答 刚才是你先说的答案吧 没有我现在还没算好 27我先说的 27我先说的 你都听到我先说了对不对 我听到你是第三个 那还是我们先说的 这个第一个 我不知道 对啊你都不知道 从一抢来一遍按举手为准 321开始 诶 逢倒第一个举手 27 你是第四个说27的人了 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 哪边撕啊 好 27 720 这个反正先乘除后加减啊 不难 第二题要举手为准 第二题 抢答 开始 80乘以15乘以40 加72减56 等于多少 7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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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我回来 不对我刚刚无想 我算的是第三题 396 先从第三题开始吧 我看卡了 我看卡了 76 76 一一说多少 76 我先看一眼 76 我先抢答第三题 我已经算出来了 不对不对不对 不对不对 继续抢答 抢答 逢脑多少 46 46 逢脑喊了抢答 按照规则来说 抢答全属于逢脑 最后答案是 46 我们已经 他没回答答 已经两题了 已经两题了 你们先要证明一下 回答第三题 396 你的策略就是不管前两题了 反正题后已经看到了 直接打定 对啊 抢答嘛 有一分算一分 是吧 多少了一张 396 先跟大家说一下题目 团队协作当中 五列组搬了70块转 不小心 被派要整打碎了6块 又要防止 你都补上了35块 补上35块 就是99 99 还是前面三人 搬专数的4费 前面99 99 4 400 396 错了怎么办 你去搬 我去搬 反正节目已经结束了 你说什么东西 396 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 但是这一轮很明确啊 总到两题答对 是积两分的 我一一加点油好不好 你们组 你们组 六成 你们组 弄点分 真的是 应该让小乐帮我们一下 有道理啊 一会儿等 接下来我们要比的是下一轮 下一轮呢 有意思了 我们再次把题板给到每一个人 我们再次把题板给到每一个人 接下来 三分钟内 大家用画板完成一幅作品 主题非常简单 就是漂亮的房子 可以发挥想象力 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 关键看大家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 等你们都拿好准备了 三分钟倒计时 可以了吗都可以了吗 可以了哈 三分钟倒计时 话筒给掉 来 计时 开始 这个 看各位的设计理念啊 是 水瓶各异目前 有的是很有想法的 有些也就跟我幼儿园水瓶差不多 哈哈哈哈 你大声点告诉我们 你是 很有想法的 还有不到两分钟了 以前这个抄也是抄不到答案的 看抄倒管用吗 看抄倒管用吗 一分四十秒 好了 好了 你这么快啊 因为我画画最差 你用时只有总时长的一半呐 我先过来瞄一眼 哈哈哈哈 我画画最差 所以我就简单化了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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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家人 高哥 我的水瓶跟你博仲之间 哈哈哈哈 所以才是一家人 是的 那是 应该郡总也和我们的水瓶差不多吧 应该郡总也和我们的水瓶差不多吧 可能还不如我们 我想也是 哈哈哈 对吧 这个 他意境很好 嗯 寓意非常棒 哎 那我再补两笔吧 好 还有四十五秒 我的天 各有各的优势 不到半分钟了吗 好期待 二十秒 十秒 已经不要挣扎了好吗 涛哥 有四位设计师坐在下面 你让我们在他们面前画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时间到 时间到各位 请停笔 我们依次向大家来展示 就从一一开始好了 好吧 我们大家站着屏 一会儿方便大家看 我们站成一排好了 右诚 右诚把那边队伍拉拉屏 我们拉拉屏给大家 这样方便展示各自的设计啊 好 好 那就从我先开始 从你吧第一分二十秒 抛砖音域 对来 而且这块砖 着修有点硬 好 我们再挪过去一点 好 因为我们在周山有一个比拼 就是谁画的画好 那个画作就可以选入房子里面 没想到最后冯导把我的画选进去了 所以其实我还是有点信心 这是另辟蹊径的 对 这是幸运 这个是 这个包子是什么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整体 不是一个包子 好 把里面的 说说说 其实这个 十一种包 朦朦包吧 十一种包 朦朦包 对 对 蒙古包 丹尼尔他 其实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丹尼尔 因为我们在里面要做一个画作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张老师 当时我们去到木兰围场的时候 看到那边的蒙古包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就想有没有可以借鉴到房子的元素 所以丹尼尔当时其实有画类似 当然比我画的那就好太多了 但是我的重点就是 不管如何我们六个人要表演在一起 所以我把我们六个人的拼音手字母也写在了我这个小人儿的头上 寓意非常棒 对 而且那边天空就是天然的那个画作 就是我们透过房子是可以看到那个天空白云 看白云静静飘过 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生活无限美好 哎呀好吧好吧 好 这是生活无限美好的一个团队之作 下一个一金一 不要看了吧 你有脸拿出来吗 看完他的我比较有信心 在你之后谁的都是大作 我在这个节目真的是画了我长这么大以来 画了最多的画 这个节目动不动就让人画画 我最讨厌画画了 看看 但是 就看个大概 就看个大概就行了 不用当真 但是我觉得 不用当真 我表达的意思有很多 拿个句子给大家看 有人看不下去了 就是 不是 听我慢慢给你讲解一下 好好好 那 这个房子上面我画了很多星星 然后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们 我们这次漂亮的房子 去到了四个不同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漂亮 要么就是 挨在那个海边海岸线上 要么就是在小溪边上 要么就是在山上 要么就是在那个大草原上 好 所以 就是 嗯 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说 一种清静大自然 嗯 然后过着一种 简朴 有品质 极致 丰盛的生活 所以 觉得这样就把这幅画摆回来了 是吗 哎 重点不再画 好吗 好 要传达我们节目的精神 看 你要看 那看我们节目就好了 我们节目画面很美的 然后 然后其次就是 我在这个房子里 画了三个小人 嗯 然后三个小人 就是 就是我和我爸爸妈妈 嗯 然后简单来说呢 我觉得不管房子怎么样 最主要的是 住在里面的人 嗯 所以也是我们节目要传达的 就是 亲情吧 嗯 就是不管是这个房子 是大是小 是 是美是丑 但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 我们的亲人 都健健康康的 然后都能够经常在一起团聚 因为我们去到很多地方 都是 留守 应该说是留守老人 可以这样说吗 嗯 就是很多地方都真的是 我们还去了一个无人村 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在当地了 然后都是一些老人住在当地 而且那些老人呢 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说 嗯 去跟儿子 女儿们去到城市里面生活 他们其实非常享受 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其实这个房子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完美 但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 不管房子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人和睦 家庭和睦最重要 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采访一个老爷爷 他们跟奶奶在一起 多少年 八九十岁了 是吧 不是说同龄吗 对对对对对 他们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 哦 我觉得特别惊讶 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 然后两个 老两口非常非常 我们给他们过生日 八十大时候还是九十大时候 八十 我记性不太好 八十大时候 然后跟吴说 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包括刚刚那个草莲上那个老姚 老姚也是 姚爷爷 姚爷爷 对他也是 他觉得家里有奶奶就够了 嗯 这是我想说的 好 谢谢 掰回来了吗 掰回来了吗 过关 好 看看冯导的那幅画 来 其实我那个也跟 坦坦的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 但是 怎么样 但是就是 你画得好很多 所以就是能表达到那个家庭里面的温暖 你看那个房子是 这么多的两个差不多的一个门 简单 但是最重要是一个对 你看这个吴彦祖跟Lisa 跟Raven 还有一个小虫 这个妈妈 我的狗没了 现在 真的 但 现代 你的狗跑出去了 没有 还有 还有啊 每一个家 当然 要有那个 傻铺的电视机 你看到 很重要的是 最新狂的 8K 8K 应该是8K 对啊 看到吗 4K就不行 一定要8K的 这个 家具都送上了 配得很全 配得一点 这是 这是彦祖的家庭 画了一个 我们来看看 彦祖这幅画 我瞄到了一点点 来给各位展示一下 我这是比较干一点一点 那 这个是等于一个固定吗 这个是结构 然后这个是 刚才 唐达说的是 先说这个 结构吧 因为一个好的结构 就让你有一个安全感吧 然后那个屋顶呢 是这样的 不是一个普通的 三角屋顶 但是我觉得 建筑需要一种特色 或是特别 就跟别人不一样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 温暖跟爱 在一个房子里面 就 以前 从一个设计的角度来说 我可能只会 看这个跟这个 结构跟那个 特别 但是现在有了家庭 然后通过这个节目 我们见过的人呢 就想到一个点 很重要的人 就是一个 无论你的家是怎么样的 有爱 有温暖 就可以了 对 好 你的 你的 房子是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 我也写的是 家人跟温暖 就是我 我的漂亮的房子 家人跟温暖 然后其实 想要表达这个漂亮的房子 在我心里的漂亮的房子是 就是 看的话 有山 有海 然后有鱼 然后有动物 有云 然后有太阳 因为这四个地方 这个是鱼啊 这个呢 那是猫 是动物 但是我们在提起这话 对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去了四个地方 就是 都有遇到过通灵 就是有很热的太阳 然后有山 然后桌上就是有海 然后附近也有西边 然后之类的 然后 也有很多草原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回忆 就是对我们 也是漂亮的房子 然后也喜欢了我们六个人 好 也是一个 等于是 我们团队可以住进去的一个房子 对 好 来 你的房子是什么样 我现在满足一下我自己了 因为我想要一个游泳池 他们都没有给我 哪个是游泳池 就 我这个屋顶上呢 这里还有个跳板 可以跳水 你这个高度跳下去一定死啊 那个 那个 那个水那么水 擦水干嘛 就死了 你确定是跳水不是跳楼吗 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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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想要的房子 就是全部都是跳水 又是游泳 我 因为我 因为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毕竟是老年人嘛 就是 有的时候 真的真的真的 他发比我大一岁而已 大一岁半 一岁半 一岁半 然后就是 我有的时候提一些很奇怪的想法 比如说我想在一个很古朴的房子里面有一个钢管 这样我就可以从二楼 滑下来 就不能走楼梯 他们全都给我滑不掉了 那怎么上去呢 想过吗 爬上去 爬上去 都没有想到 爬上去 爬上去他们满足我 没有满足 攀岩啊 爬上去他们满足我了 但是没有满足我滑上来 哦 可能也在节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 这是六位心目当中一个房子 我们请这个 呃 夏文俊先生来评判一下 你觉得谁的作品 让你最满意 你应该好没闲啊 我看了一下 这六位都代表了对内心啊 我看下这六位都代表了对内心啊 漂亮或者内心的一个追求 清醒以及温馨了 所以我真的很难去判断了哪一个是最好的 我觉得他们的内心的房子都是最优秀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最常选的是哪个呢 哈哈哈哈 我要写8K哦 这个呢 8K一定是最优秀最棒的 他们内心的世界所表达微信清醒 不是最令人感动 哈哈 是老板老板 今天还是8K 是还是8K 谢谢老板 老板你别走我这儿还有小乐呢 哈哈哈 我这是小乐啊 好 这是小乐啊 不是说啊 小乐吗 小乐小乐 好了说到小乐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小乐请到厂商 因为马上要进入接下来一个环节呢 是要给各位抽奖送礼物的一个环节 我们先 哎小乐在这里啊 哎 好 这是我们的夏普智能机器人小乐 我们来给他打个招呼啊 特别萌的一个小机器人 你好小乐 哦 智能家居 晓乐生活 我是夏普的小乐 我为自己代言 你好啊 小朋友都笑了你看 你能干点什么呀 晓乐时8班 我一样样精通 唱歌 聊天 讲笑话 还可以帮你控制控制电视 灯和窗帘哦 那你还蛮难干的 你可不可以帮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接下来抽奖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So easy 入场的时候 我安排了人给大家发数字卡 嘉宾商货会从抽奖箱抽出相应数字 拿到相应数字卡的人就代表 获得了奖品 今天一共会产生三名获奖嘉宾了 嗯 好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奖品是什么呢 三等奖式下谷古文空清 清晰古文神器 二等奖式下谷空气净化器 推注 可远程控制 女下等至佳 哎呦更对哦 一等奖式下谷电视 车帮编锁了 哦 奖品是非常不错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确保一下本字抽奖公平公正公开啊 哎呦呦 群众的眼睛可是血亮的呢 哎呦呦太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的抽奖问题 按照刚才这个比分一组是最少的三等奖就你们来抽 好 就没拿分你们是吧 那帮你来 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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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六六六十八 八八十 是谁喊的 好生气啊 好生气啊 没有就继续是吧 没有 有吗 有就示意我啊 大声的喊 一会儿这个咱们到外边去去领奖好不好 是因为女生 来到千套台里啊 一会儿评一个 我也是抽到八十两 到底是六十八还是九十八 有霸子 有霸子 这个是八十六 那个是八十九 因为这个上面的这个八有什么 小一点小一点小一点 哇 这个都看得出没了 这个是谁抽的 我抽的 你抽的是 你那么早就把一等奖抽掉了 你们组拿了三分啊刚才 是吗 对啊 看到他们再说快一点快一点我就去 哦 导演还是心急你看 来二等奖 一心个人都来抽一下二等奖 好 刚才三等奖获得的是 夏虎补文空清心境补文神器 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五十 五十号 在吗 五十号 五十号 没有 如果不举手是一个我们就重抽 再抽一次 好过来再抽一个 结果抽完了都没有 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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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还没有啊 还没有啊 接着抽 这个空气进化器超好用的哦 夏虎空气进化器 三十六 三十六 有吗有吗 好笑我们的雪雄大哥 看到你 看到你一会儿都要牵到台零 恭喜你 好 接下来 冯导你刚才已经把号码抽出来了 是不是还重抽一个 接下来是夏虎的4K电视一台 哇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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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夏虎4K电视啊 你不要给我 哈哈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吗 好笑 再来 再来 哇我们跟八都好 八十二 对 八十二 八十二 一字 没有 两字 三字 没有 我们几个分了吧 三十二 哇 恭喜你 恭喜你 一会儿也要牵到台 凭借您的这个奖全领许 那谢谢冯明商夏虎 带来那么丰厚的奖品 接下来还有一个幸运大奖 是 这部为我们提供的一套车模 来有请巨司传媒的李总 来抽这个幸运奖 这套车模有三 十七号 十七号在吗 有三个里面是吧 有三个吉普的这个车模 三十三 三十三 一套车模 在不在在不在 三十三 三十三 还没有人举手 三二 有有有 好一会儿您到千道台领许 到千道台领许 谢谢谢谢 谢谢 这样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东鹏为我们提供的这个伴手礼啊 所有的朋友都会拿到丰厚的这个领点 呃 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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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人 非常重要的人 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然后他们就没有这个节目吧 所以要邀请他们上来吧 好来我们有请四位设计师来到台上 欢迎他们 欢迎紫玉 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几位设计师啊 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啊 就从您开始吧 跟大家打个招呼 呃 大家好 我是庄紫玉 漂亮的房子 统领站设计师 谢谢大家 统领站 好 大家好 我是张凯啊 我是木兰围场的设计师 很高兴见了大家 谢谢木兰围场站 大家好 我是贝娜 我是福鼎站的设计师 大家好 福鼎站 大家好 我叫关天琪 是周三站的建筑师 嗯 一人负责一个站啊 你看最后就是 呃 还有后面也列举着大家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诶 应该有雪啊 酒店 紫玉城 建福工文化院 张家港教堂 还有多方凯并四季酒店 都是我们各位设计师们的一个作品 呃 能不能派办代表来告诉我们 参加这个节目 各位内心的一些感受和一些分享 谁来说说 你来说说 呃 我们觉得这个 就其实我并不能代表其他三位设计师 因为呃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很独特的项目 他们都有自己很强的特点 包括每一个设计师 包括我们的这个团队 每一个人都很强的个性 呃 如果说有一些共性呢 我想谈一下就是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吧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那第一就是说 呃 从这个项目本身 因为刚才呃 导演制片人也提了 这个 这个房子 这四个房子 都是真房子 不是说舞台布景 是实大实盖起来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这一站的这个 其中的施工图 就是这个屋顶啊 因为它是一个曲面的一个屋面 这个光这个 结构实用图 这个屋面就画了有十几张 所以说 它是非常实在的一个节目 从我们的这个建筑的呈现这一块 另外建造周期非常的短 而大家通常知道一个房子 可能两三年才盖起来 结合这个设计可能会更长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是从设计一直到最后的完成 每一个建筑都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基本上这个节目 从我觉得从节目上是一个 很大的成就 从工程上也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 因为它的这种传播性非常的强 所以前两天我在纽约 我跟彦祖老师也说 我说我 我见到了我们那个各大的院长 然后我说 我说我们在中国做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他说 那你这个在建筑史上 都会是一个很 很有特点的一个事件 因为从来没有说 一个房子会 可能上亿人去观看 它的一个建筑过程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很棒的一个创举 无论是从节目的意义上 从媒体的意义上 甚至是从我们整个建筑行业的意义上 我们把我们的建筑的文化 传统建筑的文化 当代的生活理念 全部通过这个节目 传播出去 而最后是落在一个实体的四个房子上面 这个事情 其实本身对我们来说 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 所以感谢 也是感谢这个节目 感谢大家 感谢六位嘉宾 和我们的这个建筑同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您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马上就要到了和大家一起来见证 漂亮的房子 竹海豹公布的时刻了 但是竹海豹的公布 也需要我们在台上的每一位 共同搭建来完成 当我们完成 这个漂亮的房子的同时 我们的竹海豹也就和大家见面了 来 请把我们需要搭建的这个材料 给到每一位的手中 共同携手来搭建漂亮的房子 好 我们的搭建 好 我们的搭建 马上就快要完成了 让我们 一起来倒数一下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 三 二 一 各位请看我们的竹海豹 十月起即将触摸出发 下午漂亮的房子 值得各位的期待 好 我请我们的台上的十位成员 一起在竹海帮下面 对正前帮我们先来一张合影 好吗 来 大家往中间靠拢一些 前面低一点啊 前面 id� 一点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